弟兄姊妹平安 今天跟大家来分享 初信造就 认识信仰的最后一讲 新约三字经第二部分 我们知道新约三字经 大家都耳熟能详 就是信、爱、望这三个字 那我们在前一讲里面呢 谈到了信 今天呢我们跟着大家来分享 爱与望这两个字 在希腊文的爱呢 它有三个爱字 有三个不同的字 第一个字呢叫做阿嘎佩 中文翻译叫爱加倍 音非常的逼真 阿嘎佩爱加倍 这是指神性的一种行动的爱 在约翰福音二十一章 十五节的前半段 他们吃完早饭 耶税对希腊文彼得说 约翰的儿子希腊 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那这个爱呢 就是使用阿嘎佩的爱 那么后二十一章十五节的后半段呢 是第二个字叫做 飞利亚 飞利亚叫飞利亚 飞利亚呢是指人性 一种喜欢的爱 彼得说主啊是的 你知道我爱你 那么这个爱字呢 就是使用飞利亚 飞利亚 第三个爱字呢叫做 耶罗斯 这是一个悟性的一种吸引的爱 这个字呢不曾出现在新约经文中 所以我们最主要要分辨 阿嘎佩跟飞利亚 爱加倍跟飞利亚 阿嘎佩呢是指神性的 一种带有行动的爱 飞利亚呢是指人性的 就是一种心里面 欢喜的爱 那么根据这两个字呢 我们来看呢 刚才所读的约翰福音二十一章 耶稣三次问彼得 你爱我吗的经文 耶稣对西门彼得说 约翰的儿子西门 你爱我比这更深吗 我们用这个颜色的字呢 是代表阿嘎佩的爱 彼得说 主啊是的 你知道我爱你 耶稣对他说 你喂养我的养 可见 耶稣所用的爱字 跟彼得所用的爱字 在原文是不一样的 耶稣用的是阿嘎佩 彼得回答的是 是菲雷尘 耶稣第二次对他说 约翰的儿子西门 你阿嘎佩我吗 彼得说 主啊是的 你知道我菲雷尘你 耶稣说 你牧养我的养 耶稣第三次对他说 约翰的儿子西门 你Phileo我吗 你有没有注意到 这个时候耶稣改用Phileo了 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 你Phileo我吗 就忧愁了 因为耶稣第三次改用了Phileo了 所以他就忧愁 对耶稣说 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 你知道我Phileo你 耶稣说你喂养我的养 可见耶稣在第一次第二次都是用阿嘎佩 第三次就改用了Phileo 而彼得从第一次第二次到第三次 他都是使用Phileo 再看最大的诫命 耶稣回答说 第一要紧的就是说 以色列啊你要听主 我们神是独一的主 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 爱主啊这个爱主是用阿嘎佩 你的神 其事就是说要爱人如己 好所以不管是爱神和爱人在这里呢都是用阿嘎佩 爱加倍 所以我们可以说心中有神 目中有人 我们心中有了神 我们的眼睛所看到的呢就能够从神的角度来看人 因为神是爱所以我们才会有爱心去帮助别人 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四到七节 告诉我们阿嘎佩的真谛 爱的真谛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时 爱是不嫉妒 爱是不自夸 不张狂 不做害羞的事 不求自己的益处 不轻易发怒 不计算人的恶 不喜欢不义 只喜欢真理 凡事包容 凡事相信 凡事盼望 凡事忍耐 这是大家所熟悉的一段经文 爱的真谛 其实呢 谈到基督的爱 阿嘎佩的爱 是在以佛所书三章 十七 十八 十九 三节 使基督因你们的信 也是因你们的信心 住在你们的心里 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 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 基督的爱是何等的 长 阔 高 深 并且知道这爱 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 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 充满的你们 这个是记者在以佛所书 提到基督的爱 用了四个形容词 长 阔 高 深 那我们跟大家来解释 这长阔 高 深 是指什么意思 首先长 是代表时间 我们中国话有说天长地久 耶利米说 古时耶和华向以色列显现说 我以永远的爱爱你 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 所以这个爱就是阿嘎佩的爱 在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三节 所以长天长地久 代表神的爱不受时间的限制 阔呢 是代表空间 我们中国话说海阔天空 空间呢 是指神所爱的对象 包括全人类 不管你住在世上的哪一个空间 都是神所爱的对象 约翰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很清楚说 神爱世人 这个世人呢 就是包括全世界的人 所以阔 海阔天空 代表神的爱 是不受空间的限制 高呢 是代表程度 高不可测 罗马书五章七到八节 保罗说 为一人死呢 是少有的 为人人死呢 或者有敢做的 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时呢 为我们死 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 因为从来没有人想到 会为罪人而死 因为罪人是罪该万死 那么耶稣基督却替我们来死 所以这种爱的程度啊 是超过我们的理性 所能测度的 所以高是高不可测 而生呢 是代表管教 爱生责切 国人常说 爱之生 责之切 而希伯来书十二章五到六节也说 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 被他责备时呢 也不可灰心 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 又鞭打反手收纳的儿子 所以生呢 就是爱生责切 代表了 神的爱不是溺爱 神的爱也代表管教在里面 好 接着我们来看新约三字经的最后一个字叫望 望可以代表仰望跟盼望 那首先呢 我们跟大家分享有三个仰望 罗马书四章二十节 并且仰望神的应许 要仰望神的应许 总没有因不信心理起疑惑 反倒因信心理得坚固 将荣耀归给神 所以第一个要仰望神的应许 第二个呢 记载在希伯来书十二章二节 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中的耶稣 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 就轻看羞辱 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 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 所以第二个仰望呢 是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中的耶稣 第三个仰望呢 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 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 直到永生 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 直到永生 所以三个仰望 第一个就是仰望神的应许 第二是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中的耶稣 第三呢 是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 这就是三个仰望 其实呢是三个盼望 三个盼望 罗马书五章二节 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占的这恩典中 并且欢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 所以第一个盼望呢 是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 第二个盼望呢 也在罗马书八章二四到二十五节 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 只是所见的盼望 不是盼望 所以还盼望他所见的呢 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 就必忍耐等候 所以第二个盼望呢 要盼望那所不见的 忍耐等候 第三个盼望呢 在彼得前书一章十三节 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 谨慎自首 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时 所带来给你们的恩典 第三个盼望 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时 所带来给你们的恩典 所以三个盼望 第一个呢 就是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 第二呢 就是要盼望那所不见的 并且要忍耐等候 第三呢 就是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时 所带给你们的恩典 好 最后我们来跟大家分享 信、爱、望 跟灵魂体的对应关系 神要救我们 是灵魂体 三个都要救 这个叫全人的得救 就要透过 新约的三字经 信、爱、望来达成 首先呢 相信主名 灵得救 约翰安福音一章十二到十三节 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 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 这种人不是从血气生的 不是从情欲生的 也不是从仁义生的 乃是从神生的 约翰安福音六章六章六十三节又说 神的灵进到人的灵里面 死人已死的灵就活过来了 所以主耶稣说 叫人活着的乃是灵 弱体是无益的 我对你们所说的话 就是灵 就是生命 所以相信主名 灵得救 第二呢 生爱主公 魂得胜 灵命需要假以时日 才得以长大成人 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以波所书四章十三节 所以爱主呢 就要尝亲近主 从读经明白神的旨意 借祷告呢 等候神的带领 行事为人 当以蒙昭的恩相称 若能以主同行 且以主同功 就能体会保罗在罗马书八章 三十七节上说什么呢 靠着爱我们的主 在一切的事上 已经什么 得胜有余了 最后呢 是盼望主来体得俗 耶稣被接上身的日子将到 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 在那里受苦 受辱受死 所以教会在等候背地时呢 也要经历世上的苦难 但是耶稣说 你们放心 在世上有苦难 但在主里面有平安 当主再来时 神随自己的意思呢 给他一个形体 并叫各等子力 各有自己的形体 这是在哥林多前书 十五章三十八节 这荣耀的形体呢 就是体的得俗 也就是全人得救的完成 所以 信 爱 旺 跟我们灵魂体的得救 是息息相关的 所以今天的分享就到此结束 验神赐福你们 恩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